Hello 我們上次說了一些我們去英國的行程 我們去了十幾天當然說不完 今次就繼續說說我們去了哪裡 上次我們最後說到去購物買東西 除了買東西之外 我們也看了一些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個地方也是免費的 就是阿仙奴主場 其實可以給錢進去的 不過有人就說阿仙奴不太太 給錢進去是一個tour的 我自己利益申報是萬聯的購物 去那裡純粹是為了我爸爸 還有負責去踩牆 拿著萬聯的紀念品去拍照 踩一場 不過對你來說是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Oh my god 他那個球場鋪地下的石仔 不是石仔的磚 磚上面有字 然後就問他什麼 其實就是一些球迷 應該是撞在那裡的 What 撞 然後我細心看 有些就這樣名字 或者 Happy we are support 有些真的 誰誰 記多幾多年 知道幾多幾多年 然後 真的 真的 其實我想這一種紀念的方式 應該英國都幾五花八目 因為這些球迷 所以想撞在那裡 其實我們去公園 在這裡 不知道 享受了幾多年的風景 都好啊 其實也好啊 不用搶頭去 通軍灰坑 對嗎 對 其實想一想 公園 樹 適合名字 真的香港沒見過 我們去阿仙奴 當然要去一去 我想去 朝聖 這個也是 對我來說一個重點 當然是去萬聯 奧脫福球場去朝聖 哈哈 還有發覺跟阿仙奴 真的不能相比 阿仙奴 我們去到冷清清 有什麼人呢 萬聯就不同了 停了 有人進去去 對 對 後來發覺 應該完阿仙奴的 是沒有人帶來的 我看過那些朋友進去 是他掛著那個 對方機 噢 那些 那些 對 即是吸數有別 萬聯就是有專人 不停帶來 差幾平 還有呢 去到發現 原來 那些門也挺窄的 嘩 我心想外國人不是很大隻的嗎 這個門是這樣 一個人過 我想是安全理理 也是 我們因為去奧脫福 所以去了曼徹斯特 我們去曼徹斯特 一開始都有一些蠻特別的經歷 嗯 就是我們無緣無故 走了在一個 Gay Village 噢 對 曼徹斯特 Gay Village 寫得明白 我其實是無意中經過的 我們本來是 純粹想走個車站 對 然後整個村子都是彩虹 對 掛了旗 那些店舖全門都有 Banner 然後那些 牆上有那些 Graffiti 那 奇到奇在 當時有個車駛過 有一對男士 就在車上 那個 叫車司機 就問我 Gay Village Gay Village 然後我 Gay Village 然後我就 紙一紙那個畫 然後 Oh thank you 然後 我就這麼有趣 Manchester 半天 不太多 你又去到愛丁堡 應該對你也是第一次去 愛丁堡第一次去 愛丁堡呢 我就喜歡覺得 我去旅行 因為呢 聽不懂那些人說話 然後呢 雖然他們都是英文 但是 Scottish的後音 真的比較難明白 是啊 真的很搞笑 所以聽不懂 然後天氣 空氣很不同 建築物都很不同 所以就感覺 而且我也挺喜歡 那裡的城市 對比起倫敦 它有很多層次 因為有時候 上上下下 踏著 有些邪路 然後 也會看到 有山 我們 其實最後 一天都走上山 真的很漂亮 又看到海 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嗯 舒服 很大風 對啊 很大風 吹到頭髮暈了 對 而且他們走山 不像香港那樣 有條路 有一級級 你知道那條路是怎樣上山的 他們沒有的 是泥路 石路 然後沒有山 說這邊是山頂 沒有的 是自己 自己搞定 所以下山的時候我們都有點危險 因為不知道怎樣 我們走錯了一個方向 其實都可以下山的 不過那個位置很斜 其實沒有什麼安全中心 沒有遺囊 什麼都沒有 對 所以我們香港人習慣了 走山是那些石級的 所以外國人來到香港 就覺得香港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多級的 還有你在澳大堂 找到你的另一支愛 剛剛我們不是說這樣的嗎 他們那裡有一隻牛 也是這樣的 不是 因為他們呢 遮著眼睛 看照片 我覺得他們很可愛 有大隻 很大隻 人 高過人 高過我 嗯 對 因為他們的樣子好像很隨便 不是隨便 算了 不緊要了 總之看照片 除了牛之愛 那裡 我們意外發現台 那裡 有隻狗都出名 因為我們自由行 我們都沒有什麼 搜尋過有什麼 總之這樣走 走走走 然後看到有個童爵 小狗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在拍照 而且鼻子很明顯被人摸 摸 就是它是黑色的 但是圍到嘴巴的鼻子 是亮的 是金色的 是 不知為何令我想起 我們以前去拍 羅藍象 也是黑色的 但是下面就 圍到嘴巴的金色 都明顯被人輕薄了很多次 那隻狗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它看過這些異犬寶欣 那些 就是說它的主人 其實過了身 但是它就 在它的毛 守護著 十幾年 直到它死了 那些人就覺得 這隻 很中心的異犬 有點像日本也有一隻 Hachiko Hachiko 新宿 車站 也有去過獎 然後我們也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Bath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發現那裡的垃圾桶 是有 很厲害 垃圾桶太陽能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垃圾桶要太陽能 可能是因為垃圾桶是露天的 然後它那些收集的電 是Feed那些街燈之類 我們沒有搜尋過為什麼 總之 就看到 咦?高科技垃圾桶 Bath 那個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應該是幾適合老人家 退休住的地方 以為有錢老人家 對 首先就是地價 因為我覺得挺貴的 因為有故事很寧靜 Bath Bath 就是直接是洗澡那個Bath 所以那時候是有什麼病痛 就浪費你去 你去那裡度假 他就直接在公園那裡看到他們玩的狀球 感覺上的確是有靜養的地方 那Bath完之後就回到倫敦 因為我們十幾天都很長 對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是比較差的 人自拍我們自拍 我呢 本身是很喜歡拍照的 你剛才看到這麼多照片 都拍得不差 對不對 但是呢 不知為什麼呢 我不懂拍自拍的 你看看我們的自拍 耶 不知為什麼 所以很多地方我們想 合照一張 算了吧 都是找人幫忙 自己自拍就搞不定 我們除了到處走 我們也看了幾場表演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在戶外看直播的Opera 多謝我們朋友的介紹 因為其實 Opera House 全英國都有十幾個地方會直播 倫敦也有幾個 但是他又介紹我們去 離市中心遠一點 我們坐火車也要坐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叫Alexander Place 就是在斜坡那裡 看著城市 對著天 再看著營網 同一群人 我們去的時候 那裡也有幾百人在看 是啊 旁邊就買東西吃 還有我第一次喝倫敦很出名的PIMS 在這裡喝一邊看 看Opera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還有我有一個特別的經歷 在那裡去廁所 一般都是流動的廁所 女士很正常的 流動的車 男士和女士都有的 但是當我等著進廁所的時候 我看看後面 咦 為什麼有一個地方圍起了 然後又不停地 男士進進出出的呢 然後走進去 然後進去 咦 為什麼有一棟一棟一棟棟柱 的物體呢 走到我發現原來是尿兜 每一棟的東西 就是由三個尿兜組成的 所以原來可以在一個戶外的地方 然後看著那個藍天白雲的那種尿兜 然後你和一個尿兜 大家是對著的三個形 對 沒有遮掩沒有掩 對 好 不可愛 到這個廁所也挺捨意的 看來有多少表現 我們都去了一些音樂的地方 例如HMV 但HMV那裡也比較有趣 我本身是認不到HMV 因為我是認了一隻狗 然後因為他不是寫HMV的 他是有全名的 就是 His Master Voice 是不是很神奇 我第一次看到HMV是有名的 其實一向都有的 不就是不知道 香港是用了一個小方的 我想全世界都用小方 我沒看過HMV寫回全名的 我們在愛丁堡真的進去 發覺裡面跟香港很大的分別 就是香港 某些人都想轉型了很多 賣其實跟唱片無關的東西 多周邊產品 就是音響 銅鑼灣那間有服裝的店 賣袋 眼鏡啊 書啊 甚至有餐廳 但是那裡也維持它的本業 賣唱片比較多 我們還去了一個地方 也挺特別的 也是跟音樂有關 就是Abbey Road Studio 我其實是不認識的 我說什麼Abbey Road Studio 然後他說 很出名啊Abbey Road 然後他就給我看了一張照片 就是很出名的四個人 走這個斑馬線過馬路的照片 是不是有印象呢 就是那裡 就是他們四個人 P頭四 單止B圖寫 其實很多很多出名的音樂人 和很多經典的唱片都在那裡錄製 因為是一個working的地方 不是博物館 對 他們不是公開開放給別人看的 只不過呢 因為有出名 很多人去看 他們旁邊也有一個專賣店 買一些手信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進不去 但外面其實已經很精彩 首先有很多圖案在上面 然後我後來發覺 查的那一刻 不鼓勵的當局 由1980年 John Lennon死了的時候 開始 是粉絲自發來的 可以去畫一些東西 其實久不久呢 就會洗一次 洗完之後 就會繼續 被人畫 就是已經 有人來畫 畫到此一遊 基本上是指定動作來的 指定動作一 指定動作二 指定動作二 就是剛才鷹鷹這樣說 就是在外面那條馬路 就要模仿 Beatles那個 他們的唱片 叫做Everyworld 那個經典那個 巴馬線 那兩個波波燈還在 那個巴馬線 封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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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到很多人 在馬路中心拍 所以我想對我的車 都要隱讓一下 很危險的 人們衝出去拍的 對 真的一條 正在用的巴馬線 對 只不過當年 Beatles 是有警察去 停一停 其實都是說十多分鐘 但是現在 其實不停的 有車來的 部車就馬上 一段時間衝出去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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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車就出去了任章 因為呢 不單是衝出去被影 影的人也要衝出去拍的 所以 我也可以說是險象環生的 那個位 因為都幾多人 因為周邊是沒有東西的 那個studio因為不是鬧市 是一個住宅區 旁邊的路是沒有人的 突然間那裡 就聚集了一大堆人 那裡應該有東西看 原來就是Beatles的studio 我們也去過 我們差不多臨走的時候 我們朋友帶了我們去那個浴室 深夜去 我們要凌晨2點多 他們開門 首先是很乾淨 我覺得 簡直是 嘩 為什麼人們穿Lapcoat 這樣走出來 其實跟香港的街市 差不多 但是那些肉類切割 專員 真的一定要 白色 真的穿 好像衣服 然後公投帽 還有買的東西 當然很便宜 尤其是本身 香港肉已經很貴 他們本身已經便宜了 而且聽法市場的那些 這麼大塊 才是百多元 價錢上很快 所以我們也看到一些媽媽級的 應該不是開餐廳的 你感覺到它買回去就是FIT 很FAMILY 那我們在英國之旅 先說到這裡 下次我們會做一些音樂的 整天聽我們說話是不是很煩呢 Bye